假如你的老婆在楼上在沙发挖鼻子 这一边呢 你上来看不到她挖鼻子 可以促进夫妻的感情 哈喽 在视频前你大家午安 我是军松 快乐90后房产 Jazz Property 今天天气是不是热到 我真的有点普悔大汗 我在外面叔叔给你们讲完 我们进去看屋子 今天给你看真的是不一样的屋子 平常我给你们介绍屋子排楼 还是 semi-D 等等 今天给你介绍一个叫做 Ling Bungro 就是在我后面这个 Bungro 有看到吗 怎样讲Ling Bungro 就是很简单来讲 就是前面跟后面屁股连在一起 就叫Ling Bungro 所以今天我来到哪里 给你介绍这个屋子 这个屋子是在新区 Austin Crest的一边 是刚刚拿钥匙罢了的 这边拿钥匙应该是不到半年 应该在半年左右就拿钥匙了的 这边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屋子非常的大间 这间Bungro 这间Ling Bungro 是4加1万跟7个厕所 然后它的地是3649Sqft Build Out是3212Sqft 我们进来看看 今天太阳特别烈 你看这个屋子 它是面向于北 坐南向北的一个单位 而且你可以看得到 这个屋子 它虽然不是特别的长 但是它特别的框 你们看得到 这边前面大门 你要摆4辆车 应该不是问题 如果4辆摆不了的话 外面还可以摆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边它左右边都有地 首先我们先从左边青龙地开始看起 左边的地有13车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这边的采观 真的是特别的好 屋子各个方向都有穿 这边的采观真的是很低调 而且你可以看它的地都很美 这一边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高山富宅区 这一边它的地位特别的高 它土地的地位置特别的高 所以这边你不用怕会有淹水等等的情况 而且它的山峰是一直来的 我们来看旁边 这边旁边的话 其实跟刚刚左边差不多 只是它的地是多一个10厕罢了 所以左边13厕 右边10厕 前面这个长了24厕 所以这个屋子真的是很宽一下的 它整个很大一下 OK 我们来看屋子 我们还没进去看之前 请帮我点击按赞分享 然后订阅频道 我陆陆续续给看不一样的好屋子 你看看这个门呢 也是一样是属于大门的 当然啦 如果邦克罗的话 没有给了这样的门 而且讲不过去啦 屋形外面都这样大气了 我们进来看看 before我们进去里面看之前 我们先看这边里面隐藏的一个地方 因为这个屋子呢是四家一房跟七个厕所 听好七个厕所啊 所以前面进来的左边这边呢 有一个pantry 这边呢就给你洗脚啊洗手啊洗干净呢 才进去屋子里面不是很大的问题啊 这边很多人的奶度设计 甚至是呢 这一边的前面你要摆一个神厨啊 在这一边呢 我相信不是很大的问题啊 你们看啊 进来这个屋子哦 哇整件星星的你们有看到吗 毕竟呢真的是算新屋子啦 plastic那些都还没有拆的啦 比新屋子还新的屋子啦 你看一下它这边它的窗呢 哇整件透光当然不是很大的问题啊 现在是五十十分是最热的 当时最热的一个天气 你看整件的采灌是不是特别的美 采灌美到我可能我都会有点黑啦 OK 来你可以看得到 这边它的cutting的地方当然无庸置疑 这边任意给你design 甚至呢你可以做到一个很豪华的设计 都没有问题 这个格局真的很好给你去 design咯 然后楼下的话呢 有一家一房跟两个厕所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不包括前面的pantry啊 我们先看后面 后面这一边的话是它的厨房 哇你看它的厨房 哇够长吗够宽吗 没有错 这边假如家里有主的话啦 这个地方肯定很适合你 我没有骗你 然后这边你可以看到它这边的墙砖呢 都是伤到网的 而且呢是蛮转型的一个设计 旁边呢有这几个门 可以通向旁边的13层地 然后我们看我们右手边这一边 右手边呢 这是一个嘉义的一个MAT room 我们所说的MAT room 但是呢这一边 如果你家里没有女佣的话 你这边可以把它当做WTA 记录不是很大的问题啊 可能摆一些racker 然后呢摆一些物品啊 也有问题咯 然后呢 这里有自己一个厕所 我们看看 这个真的是一个厕所啦 这边如果你要冲凉的话也是可以啦 可以给你用冲凉 没有问题啦 这个小空间 OK 所以这是它楼下后半段的一个空间 我们来看中间的部分 中间的部分就是给长辈住的咯 长辈板 我们所谓的Gaslin 这边呢你可以看一下 穿呢也是可以很大大幅的 而且用料是不错的 你可以看一下整个格局呢是很大一下 重点提的是这个屋子它的发展商是澳洲发展商 所以它的格局比较偏向澳洲化 而且呢它的用料呢都是很拯救一下 我们来看看一下它的厕所 厕所这边其实也是差不多一样的啦 就是墙砖啊这些啊就是用比较新颖的一个设计 而且呢空间是足够的 有绝对的隐私咯是不是 ok 所以这边楼下呢我也是给你们看到完了 我们一起去楼上 楼上还是重点啦 我们居住的地方 来我们上来看看 所以在Austin Crest这一边呢它是一个新区 是可以讲新的 Township 这边一个新的达曼 这边不只建屋子 这边呢有建商店 未来呢也有自己的shopping mall 甚至是前面呢 Austin High啊 旁边的Blow啊 都是很couting的地方罢了 所以呢基本生活的设施需求都是 fulfill 得到没有问题了 而且地点也不错 距离CIQ的话 这边一条路罢了啦 就是 depend on traffic jam 所以你一上来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 左边呢我的左边呢是主人房 我的右边呢是其他房间 你看我们一上来呢 我们是看不到其他的空间 但是内有钱库呢 我们一进来的话呢 你可以看得到哇 这是第二个客厅 假如呢有朋友啊有亲戚啊 在楼上呢 你摆个沙发 摆个电视机 在这边打game 在这边唱歌 可以的啊没有问题啊 而且呢 这边也很好有隐私的空间 假如你的老婆在楼上 在沙发挖鼻子 这边呢 你上来看不到她挖鼻子 可以促进夫妻的感情 来我们来看楼上 这个浪浪讲了 这边呢是客厅的一个厕所 这个大间嘛 来我们来看其中一间房间 这是他的第三间房间啊 这里没有小房 只有大房 房间的格局无用之一咯 肯定是大的咯 采关肯定是没问题 你看整间没有玩意人的情况下 整间的采关是如此的光亮的 然后每一间呢都有自己的厕所 厕所的话呢 其实每一间都是大概一样的一个设计啦 一样的一个格局 来 这边是其中一间房间 我们看旁边的房间 每一间房间真的很大间啊 老实讲啊 OK 你可以看这个 这是第二个房间 这个房间呢 你可以看它的 piping 它的 lighting 和 point 全部都记得好 而且 ceiling high 其实很考虑 如果你重点去专修的话 整间会很考虑的 我没骗你 这间它的形状都很美 它整个格局 OK 所以这是它的第二间房间 我们来看主人房 哇 主人房这一边哦 它是长 这主人房是长 我从右边这一边 从我的 你们的左边这边开始走行 你一看得到这边 哇 真的是很长的一个设计 你们有看到啊 它是长 它真的是很长 所以这里长的话呢 就是很好去给你分割那个空间 这边呢 可能你可以做一个拉门 做一个 partition 这边里面呢 就是做 work in wardrobe 给你把你的名贵的表 名贵的包啊 这两边做厨啊 ok的 这个是很普遍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概念 然后呢 这边我们来看主人房的浴室 浴室这一边呢 其实也是差不多的格局啦 然后呢 这边有两个给你的洗手台 两个人用的 而且空间是ok的 没有问题 两个人那一回是ok的啦 不用怕家 早上在刷牙的时候 你老婆要去上厕所 不方便 ok 这边它前面呢 有自己的一个 balcony balcony 你有看到特别的框吗 这个屋子呢 是 individual 所以呢 你这边你要拉长去外面的话 是可以允许的 没有问题的 这边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对面呢 哇 这样美的一个风景 收到你的眼底啦 所以这个屋子呢 这个屋子呢 是在哪里 这个屋子呢 是在Ostincrest的一边 它的屋子呢 叫做Safire 它是一个double storey的link bungalow 这个 bungalow呢 它的land size呢 是3649 sqft 然后呢 build out是3212 sqft ok 这个里面的房间呢 是四家一房 跟七个厕所 这边呢 是free hall 而且呢 是有20个方位的 这个屋子呢 你要买多少啊 而且方向也是很美的哦 是面向北的哦 可以看得到山景哦 有山峰啊 这个屋子呢 是卖你1.75 million 1.75 million 所以想拿这个屋子 更多详情的 你可以与我去的联系 我给你更多的详情 甚至是呢 我们可以余一个时间来看 这个屋子都没有问题啦 所以无论呢 在新商导致买卖租的 你就可以与我去的联系 我是军中 一个认真为你介绍屋子的男人 所以今天的分享视频 也是到这边 谢谢观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